9月15日下午 终于看到一只出现大众面前新鲜的张艺兴 张艺兴顶着自己新鲜的发型 参加在深圳举行的某品牌的宣传活动 张艺兴出现在舞台上之后 现场的主持人给张艺兴提了几个 有关于最近形成的问题 小可爱张艺兴对主持人的问题也如实地做出了回答 同时也给大家进行了小小的剧透 主持人问张艺兴 最近有什么新的行程给大家介绍一下 张艺兴三台 我的第三张个人专辑 正在紧罗密鼓的筹备中 做了很多的努力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真的是呕心立血的作品 作为粉丝肯定知道张艺兴对于三台的努力 在拍摄一出好戏的空隙在深夜的时候 就在酒店里面做音乐 多少次的深夜都能看见张艺兴在网上冲浪 时而晒出自己做音乐时的工作状态 不了解的人 不知道你为音乐付出努力到底有多少 主持人问大概什么时候跟大家见面 张艺兴很快乐 非常快乐 就在最近激动的搓手手 看见张艺兴最近又在深夜 在网上给别人点赞 就知道张艺兴在深夜 还在加班加点的工作 同时主持人还提到张艺兴的黄金桐 大家可以放心的是黄金桐 是张艺兴原生出演 但是对于这些透露 大家好像不是很满足 很多抱怨说 为什么张艺兴没有提到EXO大队伍的行程 小编这一次真的要为张艺兴说话了 大队伍回归的这种事情 本来就不是张艺兴想透露就透露的 如果SMTOWN公司想让你们知道 自己就会跳出来告诉大家 现在对张艺兴发表意见 或者是对公司不满 大家都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就静静的等待 等结果都出来以后再发表自己的意见 也不值 SMTOWN公司不给大家透露消息 就只有靠大家来网络上寻找蛛丝马迹 9月14日有粉丝在韩国经济的影像委员会 的官网上发现了一则消息 8月31日是LadyMV拍摄 根据官网上的资料显示 上面写明了拍摄主题 Lady Volley Music Video 这就说明了张艺兴 的确是在韩国拍摄了MV 所以张艺兴的MV 不仅仅是在澳大利亚拍摄的那一个 看来还有另外的MV 很多事情不是大家表面看到的那样 在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 请大家不要议论张艺兴 无论是谁 都会是某个人的心头肉 被骂都会难受 可以不爱 但是请不要伤害 无论怎么样 我们爱力都会等下去的 什么结果都接受 文章原创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 网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